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myradio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 10月16日晚 黄大仙 傅林皇宫 300元及1000元门票 现已有售 扣调查询请建 2467 3088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收拾船 现在初步告他事业协助 教售他人违反逗留条件被捕 昨天早上也是保职 同样的就是昨天被捕的时候 赵麗珊 社交组组织的协会干事 有一同去陪同 昨天去到被捕保释后 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拼麦 但是根据东方日报的报导 他们说现在萧尤怀 她外婆的情况 都有一些所谓的担心 就是因为担心的就是 她不知道有没有大陆的身份证 不知道有没有人养 担心 担心哪个 担心 坏仔 是的 肥仔歪 哪个担心牙 jut 根据东方日报的 施麗珊她的说法 就指他父亲说 很多谢你依然不想说些什么 施麗珊就说他很害怕 因为他搞的他要进離孤うgeh advocates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在大陆她的 scient枉 不知道有人要不要去照顾 linear的就是他的父母 就不肯簽署某一些叫做棄養文件 所以也不能夠接他們回來香港找人領養 但大陸又可能沒有人來 也不能夠送他入孤兒院 因為他父母就沒有棄養 因為他父母就怕如果懷仔 他們承認棄養可能怕公安就拘捕他們 現在懷仔的狀況就是住在一間深圳的劏房 就由他外公照顧他 這些消息全部都是由施麗珊的說法 暫時就不太見到肥仔懷究竟的真身在哪 他婆婆在5月21日已經開始被捕 多次就回到入境處做報道 昨天才是正式起訴他 還有其實那個背景就是 施若懷在6月的時候致願遣犯 現在正式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施若懷的婆婆是因為 陳婉嫻她當時開了這樣的記者招待會 現在就是要面對著 當然他自己本身就是在那個事件上面 是有事業教唆 以及在9年預期居留 但是另一件事就是 現在問題的焦點就是 為何只是拘捕蕭若懷的婆婆 當時跟他一起打落大鼓打出來 就是走出來開記者招待會 陳婉嫻在這件事件上面 到今天為止 還有昨天直接說 有那個正式拘捕的一個消息流出之後 陳婉嫻是沒有出來有任何的說法和回應 沒有啊 就是這個沒有 是完全沒有 這個我覺得才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說對我來說 我自己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 你說我阻礙到很多大人要小心 因為始終他婆婆都七十多歲 他在香港這麼久 這樣捱大了這個孫子 你說他在那個刑責上 要面對這個責任的話 這個是一個法治的問題 但是始終整件事搞得這麼大 或者那個壓力 成為一個輿論焦點 其實我會認為陳婉嫻是應該負上最大的責任 但是現在都不見他走出來 就是因為他揭發了這件事嗎 他不是單一記法這件事 他是幫他申請身份證嘛 鬼嚇 就是這個才是整個那個的問題 因為你說看之前都有一些案例 就是講的 是這些毛證兒童 可以用一些叫做方法 走街址 都可以相對來說 叫做不會搞到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 就是我會覺得 促成成為那個這麼大的輿論焦點 以及社會的矛盾 是陳婉嫻的問題 這樣 但是 無論如何 現在都沒有見到陳婉嫻出來 有任何回應 是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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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我都瘀傷了 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涉嫌去教唆或他人違反的條例 其實一般看之前的案例是會判處兩年 最高是監禁兩年 罰錢五百元 有些案例都是罰到兩年或一年半 通常牽涉是非用或是外來勞工 就很少像這宗案一樣 所以這宗案究竟阿施奧華的婆婆 她最終判判刑是多少 都是另一個焦點 特別是這件事其實她是七十多歲 加上她是因為陳婉嫻 這個記者招途會令到成為原焦點的時候 她最終判刑的話是叫做 體恤 即是法外情的考慮 不會判那麼重 還是照樣有監禁呢 我會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要去考慮 但對我來說 我會認為 在這件事上 其實阿婆不是說 最大惡極 阿婆不是最大惡極 你覺得她還是被陳婉嫻 善了一個 如果她不是那麼高調的話 可能現在沒有那麼多媒體去報導 或者她的刑罰就大家不會看得那麼重呢 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單純 如果當時如果不是開記者招途會 這樣揭發的話 這件事不會搞到 今時今日這樣變成一個 大家的各界和月亮焦點 但當然 比如看回頭 昨天很多都留意到一些新聞 我會覺得 網上一些的 比如朋友或網民的評價 大部份人都覺得是該死的 這是民情來的 又沒有辦法一定面對 民情就是因為在這件事上 的確是蕭有懷自己本身 這個肥仔的行為 令到人家有點嚴悶 還有大家記得的 他有幾條影片流出 以及他對後來事件發生之後 那個態度或反應 但是你說在這件事去到現在的話 阿婆被人告 我覺得是法律應該要處理的 但是最終判刑是多少 那我自己會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我不會希望去到最高的刑罰 但是這個是法庭的考慮 這樣這樣的 這樣 這個朝向有一個很奇怪的討論方向 這個是不如先暖暖一下 大家好像好沒有精神 不如湯姆你介紹一下誰是蕭有懷 我們假設聽眾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的時候 好嗎 好 解釋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在2015年的5月份 陳婉嫻就突然召開記者會 就跟這個所謂蕭有懷 俗稱的肥仔懷就一起開記者招待會 這個肥仔懷就在香港拿藏了9年了 當時就升職自己只不過是12歲 是的 但是在香港竟然拿藏了9年 陳婉嫻其實都自己曾經公開承認過的 就是說其實想給壓力 這個政府和入境處給壓力 令到蕭有懷就可以在香港定居 是的 初頭的 是的 初頭的一個狀況 之後一出來說 肥仔懷這種狀況 歷藏9年令到很多香港市民都覺得很離譜 怎麼可能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 還要出來說 好像脅迫香港人 或者脅迫香港政府 去令到一個叫做三非兒童 可以成功逗留在香港 就很離譜了 我覺得全香港 甚至最主要是網民的反擊很大 之後成為戰靶 陳婉嫻就歸宿了 直到歸宿到我們 我們剛才泰國都多次強調 就是到今天 她的外婆被捉了 都不走出來 沒有說任何事情 當時她一直歸宿 所以來到這裡 我知道你們都記得了 所以是不會拘捕陳婉嫻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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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婉嫻說這是她的客人 她除了說她是客人之外 她在大城小學事件 大城學校事件之後 其實她有出來接受過 接受過波麥的訪問 她有說過 她轉介這件事 其實 她當時有說到 她當時有說到 就好像自己揭發這件事 她其實是告訴大家 這個社會上有這樣的事 所以其實有這樣的個案 她後來口風轉到 甚至乎是 她本身叫婆婆 後來變成客人 這也是其中一個項目 然後 她甚至乎 口風轉到 如果要說 她是 她是轉做污點證人都可以 你明白嗎 現在 她現在是揭發這件事 她現在轉介她的入境處 甚至乎是 入境處 入境處 她說到自己的 她說到自己 但問題就是 我想問 為何昨天這件事 出來了這麼久 然後 接著 這個正式立案去檢控 然後 去到 大家都會問 究竟陳婉嫻去了 哪裏的時候 我反而想問一個問題 為何現在會是 施麗珊撲出來說這堆事 施麗珊在6月的時候 已經是接手了 是 即是這件事 是在施麗珊 是的 你要告訴聽眾 她怎樣接手呢 接手是甚麼呢 她在6月的時候 跟著 蕭玉維就說 6月4日的時候 當時就自首 當日施麗珊是陪她們 又一起去 去到就入境處去 去搞手續 是的 而她當時的說法 就是都覺得 她們兩婆村很慘 是的 真的慘 然後呢 後來就說 不知道她們回到 深圳有沒有人照顧 所以她們都會用到社區組織協會的一些網絡 和一些幫忙 看看回到深圳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到她 至少居住 或者就學那些可以安排到 現在結果 這個肥仔懷究竟在大陸有沒有身份證呢 現在有了 現在大陸已經發了身份證給她 她是有身份證 那她已經十九幾歲人了 是啊 是不是 那是說她自己十二三歲 十二三歲都應該自立 是不是 以她的身形來說 可以做阿公的 是不是 然後呢 不是 以她的 以她的說法 就是 她說 這個肥仔懷就很慘 就去回汗頭那裡 就被同鄉喝罵 說影衰她 回鄉下又不行 深圳又沒有錢 又住劏房 還要只有阿公照顧 真的很害怕 很可憐 我們有很多主持人住劏房 有九個住劏房 然後呢 剛才有說過 那個所謂收 為何說她怕住孤兒院的問題 就因為現在她親生父母 肥仔懷的親生父母 就很想仆街 仆街在甚麼呢 就是又不肯接回去養她 又不肯簽那些棄養文件 很可能就要去孤兒院 有這樣的機會 那她不立刻在沙灘上拍照 現在 你立刻走去 但是不會令你感動 如果你想想 立刻找個沙灘在那裡拍照 好像割淺的瓊魚一樣 看有沒有人抓她 看有沒有人抓起她 把她送回海裡游掉 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去到今時今日去評論這件事 忽然之下方向 又會轉向一個同情 可憐的方向 大佬 你說吧 因為我自己去看的 其實實際上是去到 阿婆這個阿婆被拘捕 因為我自己不值得一件事 就是陳婉嫻是沒有出來的 就是你這樣照她對照 那阿婆當然是抵死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說 在昨天整件事一出了之後 大傳媒友追找陳婉嫻 都是找不到她的 我會認為 在這件事 我有少少覺得阿婆是可憐的 被人過了一動 是嗎 是被人過了一動 是被人過了一動 當然原理上是抵死的 我覺得正正就是 阿泰博這些同情之心 引起陳婉嫻那些 這些奸搞的詭計出現 就有萌生這些奸搞的詭計 有個阿婆 說一下奸搞詭計 有個阿婆加過阿孫 夠可憐了吧 一個孫都未成年 只有十二歲 雖然這麼大件 然後加一個阿婆 差十幾歲 這麼慘 只有兩婆孫 為什麼香港人都不同情下去呢 就是出現這些 海年德 我等你很久 阿泰開始說 別人就應該出聲了 我一直都導引你 我知道你想說這些 我知道你想說 給你機會發揮了 來啊 說吧 其實我看到阿婆 其實我看到阿婆 其實我都很懂得做 是的 這些不用說 你直接說阿泰 我不敢說阿泰 我不敢說那麼多阿泰 是的 阿婆懂得做 就是記者不停追放 現在阿華仔怎樣啊 各樣啊 他就好像很慘 搖頭 沉默不語 但其實回想回 其實之前 其實當陳婉嫻 開始不理他的時候 他覺得感覺到被陳婉嫻 滑了一會 他罵陳婉嫻的事情 都不少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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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口食文 他說陳婉嫻最大惡極 最大惡極 這些真是 他害死阿華仔 又有說 被他誤導回去 令華仔自願遣返 是啊 所以結局 我也是說那句 問題是陳婉嫻 如果沒有陳婉嫻 如果沒有陳婉嫻大挪大鼓 跟他說可以出來等等 他一直躲藏到他二十多歲 然後考了大學 拿了行戒指 拿了行戒指 然後應該就 應該做黑警 應該是 你不是獨醫 起碼都考過警察 是不是 你陳婉嫻給他陰 陰 你知道多捱幾年 然後再令到香港的赤化情況 再進一步都市 華仔自己做了這個立法會議員 那時候才開這個記者會 趨勢案 你不用幫阿婆擔心 我雖然不知道法庭怎麼判 也不知道他怎麼搞 但是多數都會 大家都會著情 這些事情 你現在的官員很懂得判案 特別做這些 所以我又不用特別在這方面 我是奇怪 為什麼施勵珊現在走出來 之後還會夠膽死 走出來跟我們說 現在很擔心懷仔的情況 現在很擔心這個 他在大陸又不知道怎樣 他在大陸又有爸爸媽媽 你不肯養了他 現在他就是 因為他父母不肯簽他棄養書 其實可能他想領養的 可能他想幫他搞 或者自己領養 這個我不知道 給錢就搞定 再不是你轉過去 先幫他申請去這個 香港有很多移民公司 先幫他申請轉這個阿魯阿圖 然後再在阿魯阿圖搭船過去 或者是走陸路 還是走什麼空路 先過去敘利亞 然後再在敘利亞成為難民 然後又回流回來香港 這樣就搞定了 入到德國之後 還不是歐盟成員 或者是在敘利亞十幾年就可以了 又趴在沙灘拍照 派在清水灣那些 大家這麼關心陳婉嫻 為何不打電話給陳婉嫻 我看有傳媒報道 其實有聯絡的 就說聯絡不到他 不是我講你們 為何不打電話給陳婉嫻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現在試試封口給陳婉嫻 陳雲新書 漢邦中文貨本第一冊 主題為天地君親師 天地流轉為四季同節氣 君是國家天下 親是家族三代 師是老師 科文匯通中西文化 文具仿照同搖而押韻 以便中讀 書本附有解說 兒童家長可以讀 兒童長大之後 也可以重讀 老師 為何課本封面有馬車 古時的人外出 平民百姓行路 只有貴族才可以用馬車來代步 另外 在以前只有貴族才可以讀書 故此這本書擺馬車在封面上 表示給尊貴的人讀 這本書希望可以教導小朋友 變成尊貴的人 第二課 春來百花開 答清人自在 老師 為何課文字句押韻 但又不是見慣的詩詞 另外 為何課本不用彩色印刷 而用黑白印刷 那些字又引得這麼大隻 課文字句押韻 是因為中文是有聲調的 而押韻是容易學 可以令小朋友了解中文的特性 課本是不用彩色印刷 是為了避免小朋友被色彩吸引了 而忽略插圖的線條 看清楚插圖的線條 就可以使得小朋友學習欣賞國畫 春來百花開 答清人自在 的意思就是花是不用吹逼的 春天到了 花自然就會開 而花開的時候 人們自然就走出來欣賞 看了就會愉快和自在 第十四課 小麻雀 崩崩跳 不奸不種 天生天養 老師 我越大就越覺得這個世界變得太快了 明天又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我怕升不到學 又怕將來畢業的時候找不到工作 到老的時候 又怕無兒無女 沽苦無依 唉 我真的很擔心 唉 傻女 你看看小麻雀 他們又不耕種 又不收集糧食 都可以過到日子 他們吃得不多 只吃和田 剩下殘粒 菊 都可以生存 吃夠了 就繼續奔奔跳和唱歌 上天都可以容納他們 養大他們 難道我們不讓他們重要嗎 人類的生存 靠天恩 所以就不需要煩這樣煩那樣 一天太陽光照 風條雨順 我們自然不會得到上天的吸養 一旦太陽不出來 狂風暴雨 地動山搖 我們失去了天恩 無論你如何去經營 其實都是白費心機的 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 10月16日晚 黃大仙赴臨皇宮 300元及1000元門票 現已有售 扣票查詢請見 2467-3088